别让了,别让了,快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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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贤贵 灵币的人后受罪 看这段的时候,我还在问侯老师 我说这太苦了 他说真实的比这苦的多 是吗?我小时候就比这苦多了 天不亮就起来喊嗓子 上早工了 五点多钟起来就得喊嗓子 尤其东北那时候特别冷 嘴都冻僵了,基本上应该是 零下都二三十度的时候 张不开嘴,那也要出去喊 当时我们有一个超功的郭老师 肚子挺大的,但是他功超得 特别好 因为我小的时候很零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你毕竟小 练功有时候体力,气力达不到 有的时候就太累了 就是过去之后呢 趁着老师这边为主意 稍微蹲一会儿 蹲一会儿就缓一口气 我小时候还有一毛病,爱插气 练功啊,爱插气 可能因为老是张嘴呼吸的关系 所以爱插气,有时候蹲一会儿 那老师就是过来 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拿刀劈子 我们舞台上用那三叉口那刀劈子 那这个非常薄 小孩夏天穿 我们都穿灯笼裤嘛 就一条单裤嘛 他也不往你别的哪,就腿肚子 那东西就平着这么啪的一下 就一道紫的 火辣辣的这一下 因为他就这一下 就特别狠 然后呢,后来呢,就发展到什么呢 他看到我这个经常蹲下 其实我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 我就是老插气 老师把那个糖版写上 余奎智的好朋友 我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 到时候就在那放着 我一看见这个就不敢蹲下 因为我蹲下 老师是为了专门对付你 这个就镇乎我 就往那一放 余奎智的好朋友 你看刚才那个撕腿 这样它是面冲的 为了镜头 是这样面冲着这个镜头 这样撕腿 实际上是脸冲强 脸冲强 脸冲强 然后这个腿是盆子 把你的腿变得强一点 从厚着行 我们时候都拿大椅子往里推 大椅子往里面推 然后呢 我们扳腿撕腿的时候 因为这叫撕腿 撕横叉 你胯必须要撕开 你这样的话 你撕开了之后 你出去 像你现在出去之后 走台步 晾靴底 你这才能够好看 你胯不开的话 你都口着 老实讲话 你都口着脚 这出去肯定不好看 所以你一出去之后 晾靴底 实际上就是开胯 其实这都是 你看似很苦 但是当你将来长大 舞台上 用上的时候 潜移默化都会用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恨老师 老师给我撕腿 就躺在 就跟老虎灯一样 这条腿整个绑在 这个长条椅子上 然后 把这个腿 基本上跟宪明队差不了 太大 掉腿弄滑轮掉上去 睡觉的时候 都得把这个腿整在 整在这个 这个 脖子底下 睡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 腿不会下来的 已经完全麻木 这个小的时候都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想起来呢 老师就是恨铁不成钢 没错 如果大家 老师要是跟现在的教学 很多都是商量 咱们来了 您看看练练合适不合适啊 今天怎么样啊 状态啊 那就出不来人了 那在刻苦训练了三年 那在刻苦训练了三年